47 名民主派人士因為35家初選 被兇村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當中只有11人獲准保釋後訊 控方已申請將案件轉嫁到高等法院審訊 被告之一周嘉誠今日到高等法院申請保釋 道理兵法官停除雙方陳辭後 批准周嘉誠的保釋申請 周嘉誠獲准以現金五萬元和人士擔保五萬元保釋外出 另外需要遵守一系列的保釋條件 包括交出所有旅遊證件 每晚六點至九點去到警署報道 不得離開香港 需要遵守晚上十二點至早上七點的消禁令 不得直接或間接接觸控方證人等等 周嘉誠在保釋期間不得直接或間接作出 法方或轉載任何可能有合理理由 構成違反國安法的言論 不得直接或間接以任何方式 作出任何可以構成違反國安法的行為 不能政府或非政府舉行的任何選舉 除了投票之外 不得直接或間接組織、安排、參與 或協調任何級別的選舉 不得直接或間接以任何方式 聯絡任何外國的官員、議員、 任何級別的議員、成員 或其他服務於以上人員的人 無論如何,我也是該不會切成的 無論如何,我也是在有空中